蘇本對Cero 這場比賽相當重要 這場比賽 開個盤開個盤 我來開 這場比賽就在今年的IEM的比賽中 蘇本是戰勝了Cero最後拿到的冠軍 雖然這場不是決賽 但是也很重要 我這是半決賽好像 這是他們今天第二次交手 Acropolis 基本上是 macro map 當你看到CVC 你平常就變成一個 macro fest 跟蟻蟻蟻 他們兩個這次交手 我覺得Cero肯定也想贏 因為之前IEM輸給他 Cero還是有點氣的 看一下 就這次看一下Cero 現在這個 昨天他其實我們看到狀態不是特別好 你說 他出本狀態很好 對 昨天如果百分百的話 那可能Cero就只有我覺得百分七十吧 差不多是百分七十的實力 今天我們看一下 七八十吧 可能昨天 我記得這一個遊戲 它是Lambo vs.Cero 在Cyber Forest 這盤兩個人都是狗數 那這樣的話 就是都要三開 雙方在前期要拼一個狗毒爆的開局 對 大家下起來 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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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盤了 開盤了 這場比賽 下Cero就贏了 我們那次IEM在賽後 我們還是做過戰報分析的 Cero還是要強 對 Cero總體來說還是強一點 全面一點 書本主要還是這種 就是 蟒蟑螂這塊他的確沒話說 但整體上來說 Cero的細節 包括 全面性上來說 他還是要強於書本 但書本在小組賽 是14-1 是小組 7-0全勝 這個 就戰績非常非常出色 狀態很好 對 只是平常的ZVZ 30 3rd b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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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認為你正確 幾個的球員 真的有任何弱點 或是 有任何弱點 Cero先補了6條 然後先壓制 壓制的同時補農民 書本被迫是補了10條狗 因為他不知道對方 對方會不會打一波 對 Cero還是屬於那種 隨便壓一下 壓完之後 抓裡面變毒爆 壓完BV是一攻 對 這個體系其實 3分半 他永遠都是3分半BV 然後BV 這個體系其實 已經用得非常不錯 非常純熟的一個體系 書本也是一樣 但書本的這個BV迷迫 要比Cero慢一些 他是先3分半BV 4分鐘張張潮 他永遠都是這麼打的 然後先用 先用毒爆防一下 BV一好 先升一攻 然後4分鐘 準備把張朗潮放下去 對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Cero的開局 差不多了要放張朗潮了 要保證自己的經濟最大化 還不放張朗潮 不急啊 怎麼沒急啊 他看你後面沒虛狗啊 慌什麼 對吧 他兩個方向都看著 你後面沒虛狗的話 那我就 4分半才放張朗潮 4分20秒不放張朗潮 不過書本張朗潮也不快 所以無所謂 那這樣Cero經濟好太多了 對 他什麼都沒補 我全力在補農民 經濟好太多了 細節也很好 把頭堵了 一條狗過去偵察 這才是Cero 他很喜歡這種 就突然一下一條狗掙扎 對 應該已經確認到 應該已經確認到 你是演示出蟑螂了 那他覺得自己穩 感謝球男我女朋友找 不找我和好的一個飛機 感謝重點 書本再壓 沒機會 沒機會 壓不到 兩個人現在看運 我甚至覺得現在Cero 兇一點 直接把四況也下了 差不多了 他馬上下了 對 因為這種就是高手對局 他馬上下四況了 就能 能控得住你知道嗎 這個很重要 兩個人差不多都很漂亮 一個賭報都不浪費 58個農民 書本62個農民 直接下了三個棋 再刷一圈農民 再下一個PV 浪費 浪費賭報不就是我們在打的嗎 好 現在開四況 這個節奏非常好 兩個人都一樣 節奏非常好 書本節奏也不差 書本看你開我也開了 書本虧了這波 沒事沒事 被吸引了一個 但問題是你狗死了 你狗死了你壓不住了 Log 這什麼情況 應該就卡了一下吧 估計是 要那個嗎 他要嘛他暫停的 肯定就卡了一下就沒事了 兩攻再提 Cero攻防領先 這樣的話 他一攻防 Cero真的是不會浪費任何的科技 他現在升個空頭 然後待會就空了 他打獨線 稍微等等稍微等等 這個他們有點卡 Cero是不卡 書本媽超級卡不卡 發生一下 你好像比我快個一秒 你看著 好了 這種真的是高手對局了 這場比賽兩個人的 淺氣的運營可以說都做得非常的好 對至少現在看來我覺得都算不錯 書本多刷一波蟑螂 但是這波蟑螂你走過來的時候 Cero也刷出來 所以區別不大 我覺得這應該差不多了吧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了吧 他這個什麼馬鋪TV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這局勢呢 現在書本雖然人口是領先 但是他領先都蟑螂 Cero馬上就可以爆了 他馬上會爆發了 農民多6個其實問題也不大 也不影響 但是待會兒Cero這波空頭 會給書本 可能會給書本 帶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對 只要空頭 只要這波頭大了 那書本對他就輸了 就你要有一波農民 有一波蟑螂是補農民 那你這個暴兵就跟不上了 他要等很久了 這個網路調不好他沒法打 這史怒特吧 是史怒特 怎麼感覺跟以前不一樣了嗎 以前也長這樣啊 現在更加滄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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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了嗎 他現在就是玩 欸 以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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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這個 他這個 all in all in的有點狠啊 但你沒體現差地吧 不一定打得死 對 這個是超級all in 但你不會留蟲軟呀 你沒看到的話 那是 那是 對不對 那我覺得還是餓死的呀 Sola看到了 直接兩根管子下去 臉上 好 Sola只能拖農民打 只能拖農民打了 這個位置 他沒有蟲軟 這很尷尬 這尷尬了 沒狗 你不可能穿農 你不可能穿農民打狗加農民的呀 只能穿出去呀 怎麼辦呢 你還是不夠啊 你就兩條狗 兩條狗直接被包了 死了 Sola 我給你拖就完了呀 我三個地毛起來了 等三管子好了就贏了 對呀 我往上跑就完了 我就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路口我給你打就好了 三個管子好了 雞雞了 你只能下去 下去我爬一根管子下來就好了 只要一根管子 羽皇你走下來 插不死你 走個毛 死了 急急了 管子塌下去了 這裡嘛 在Solar不是起不是輸得很不爽 氣得一筆 但這就是以Laser呀 這個拼憋 說了沒錯 換加也換不了 急急了 Solar不想退 對我靠 哎呀給我看看Solar這張臉吧 好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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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感謝小老現在我考不上LSE的一個飛機 感謝兄弟啊 好了這面已經 Solar應該拼起來了 Solar送了一波 哎怎麼都200人口了 他們兩個 我不知道什麼情況呀 剛才兩個人估計 抱了一波就直接抱到200人口了 對 但應該沒怎麼交過手 就200人口大家互相 因為我兩攻都還沒提好嘛 Solar馬上兩攻一好就可以打了 Solar攻防領先很多啊 嗯 兩攻一防的話 打兩攻還是有優勢的 這個路口你要衝下來有點難 Solar這個陣型很好 攻防也有優勢了 Solar攻防有優勢了這個 Solar也看到你只有兩攻 只有一攻 所以這波可以可以主動交手Solar 但蘇姆要先打 欸蘇姆要被保這樣 擠上來了 沒敢打沒敢打 不敢不敢 算了算了算了 張狼51打56 火張狼也差不多 Solar還是想包 不管怎麼樣 他攻防都是優勢 這種不可能下得來 這也很好啊 這陣型 這下不來了 這位是覺得下不來了 這位是覺得下不來了 十二點那個房子其實可以動了 這什麼東西啊 差一點 差一點 他只要等待 對 這邊 下這個路口下不了呀 舒本什麼意思啊 他強一下包 你攻防獵勢啊 他強一下包 這瑟瑟的這個陣型很好 但舒本也不差 你舒本攻防獵勢啊 憑什麼打得贏嘛 憑什麼打得贏嘛 你攻防是獵勢 你以為你搖舒本就今天已經能打得贏啊 別人還主場作戰 馬上新的蟑螂就出來了 但我覺得這個陣型拉得真還可以啊 沒事沒事沒事 他還滿攻防都落後地打贏呢 我可 他還是沒賺什麼 虧了給你 虧了虧了虧了 虧了火張狼送了虧了 舒本還有錢 他後面蟑螂再擠過來 還想包 虧了虧了虧了 虧了虧了 那時候攻防有優勢就體現出來了 對 大家都是新的嘛 不過舒本啊 的確很鋼 這是真的 他舒本的這個陣型拉扯的好 退到路口 真的是陣型好 真的是陣型好 他抱著陣型他永遠不會打的 變一波火張狼 Seryl這個時候沒主動求戰 這波火張狼變出來有點凶 七個火張狼 他等兩房 兩房了 兩房好了 就領先兩房了 對啊 領先兩房 又是 舒本就兩攻 我想想 領先兩房 沒區別啊 沒區別 沒區別 但是心裡面好受一點 那有什麼區別 兩攻一防打 沒區別 沒區別 兩攻兩防打 兩攻打 然後看看兩個人的這個拉扯 這波 Seryl的拉扯非常完美 直接頂上去了 可以 沒敢頂 哎喲 舒本中火 下邊 哎喲 這三個蟑螂分的 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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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蟑螂分的 直接導致舒本線不敢打 關鍵攻防領先 三分也快好了好嗎 兩攻逼兩 不是 我的意思是兩攻兩防打 就是你兩攻的蟑螂打兩攻一防的蟑螂和打兩攻兩防的蟑螂是沒有區別的 都是多一下嗎 沒區別的 哎 要被包了 Seryl節奏明星要快一點 要被包了 舒本 舒本要被包了 要被包了 Seryl不給你到了 要被包了 這波被包了 走不了了 激激了 走不了了 中火才中了 但是沒用了 走不了了 牛逼啊牛逼 這個ZVZ真的牛逼 他抽的那波三個蟑螂把舒本節奏打亂了一下 抽的那波太好了 抽的那波太好了 所以我們我跟你說了 就是雖然說舒本那天戰勝了Seryl 但我們從路上來看的話 這個總體來說 說舒本打Seryl 舒本實力上來說 沒有Seryl那麼強 這已經冰敗如山倒了 一波A就A過去了 後面 中氣雙彎差不多 後面完全節奏有點跟不上了 就多些那下打得好 而且Seryl的運營上來說 他這個兩房 對 他先速身的一房太好了 就速身一房之後 速身一房之後 這個整個戰局就不一樣了 所以他能在 就是頂住舒本正面的同時 家裡面還能夠憋出 那麼多的 比如工房的科技 包括三本的科技 他都能憋出來 對 其實就是兩宮的 兩宮的蟑螂打 鱼房的蟑螂是打 打九下好像是 打九下還是打八下 打八下 然後如果你伸那一房的話 就要打九下 但其實也就一點點血 打完之後 就五滴血還是十滴血 一點點 但是就是一點點血 你多吃一下火力 攻擊就溢出了 反正打九下 我記不住了 打幾下 反正記住 多打一下就好 感謝球老師 現在我考不上LSE的兩個飛機 專業術地 好了 這個比賽 現在很緊張的比賽打了 如果今天輸本能夠 就輸本如果輸給Sara的話 Sara應該能夠進行到勝者組 勝者組冠軍了 對 就他這一路走來也就只輸本 感謝這個球老師 現在我考不上LSE的五個飛機 感謝兄弟 感謝兄弟 兄弟可以了 兄弟 也就輸本能夠拼一拼 其他我覺得就這樣了 對 對 第二場 對 他現在面對的是世界上最強的從事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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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看到 12地過去 基地沒好 Sara還是同樣的 就是挺那個農民開曠的 開局 49秒放的基地 這樣的話 基地會早一點好 看死幾個農民吧 三個農民以內 都是有死 死五個農民軍史 超過五個就獵士 你要這麼想 Sara 我覺得最多最多死兩個差不多了 我的意思是 只要死上五個就是獵士 那是 他可是Sara 你拿著2比1了 那麼猛 你拿著各種一波呢 Sara 這個ZVJ不行 他這個到這邊去卡 對 卡這個位置 再往前走一步 對 就到這個位置 這次 書本 放12地一定要這麼調位置 好 一個了 因為這樣的話 你過去 你的農 不論是農民過去還是狗過去 他都可以集火你 對 一定要調成這個 就是正面全部一起可以出手的位置 死了一個了 我們看三個都是優勢 狗還沒出來 狗出來了打 大家可能一定要掉 我跟你說 可以小心咬 穿的可以 這個穿的可以 這波農民穿的可以 再補一波農民 這個為了確保能防這一波 Zero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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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勢 就死了一個農民優勢 這 三個就是軍師 不會是 失業最強的重拳 不對不對 三個是軍師 五個就虧了 這個三個五個這個說法 是這樣說 但是也要看實際情況 就是對手的狗死多少 就你如果死五個 那對手如果全部狗都死了 對啊 那你可以轉手去 對 你可以轉手 壓完對方還是要補狗 那你這還是 我就說正常大家都不怎麼死狗的情況下 感謝吉阿一紅寶蘇的飛機啊 感謝兄弟啊 感謝兄弟啊 因為你咬完之後的話 你看他咬了一個 然後他農民就是領先 領先兩個 對吧 如果你咬三個 大家農民就持平 如果 在這種農民沒佔優勢的情況下 他多你一個狗素 主要是 多你一個狗素 他選擇多主要是 他不一定生狗素 他也不一定要踩氣 你就不知道他有沒有客氣 他很主動 對於放12D的這個重組來說 他就只能是補女皇防守 他是沒有 他不主動打的 好 Sero進來偵察看到你兩棲這麼踩 他懂了呀 你也沒有偷氣 好 兩個人繼續去運營嘛 反正這個局面也不急 蘇本反正是朝一公蟑螂走的 他膽子那麼大呀 我覺得蘇本 你媽的這種要別人是 我覺得蘇本膽子很急發大 我可以說 這種感光歪牙 哎呀 我告訴你 有時候 就打星際這個遊戲嗎 一個趕字對吧 不是 思考少一點 對不對 對 思考少一點 你會 你會少很多煩惱的 我告訴你 你什麼都要 都算到很累的 不要前怕狼後怕虎 老子先壓了 對 如果你過來我看著你狗粟抱狗了 老子這把 現堵口 堵得住就堵 堵不住就算了 要偷 對 既然你選 今天決定你要偷 你就偷到底 是 真的膽子很大 因為這種 如果是對方防住12D之後 他不補農民 然後直接抱狗的那種 你這種狗一前壓 他一大坨狗衝出來 那你只能選擇在家裡面 堵個口 堵得住就堵不住 就雞雞了 對 真的 我覺得這個時候 真的是這樣子的 你必須 必須要拼一槍 整些東西 對 拼一拼一槍也沒錯 這樣的話 雙方又進入到一個 運營的階段了 Zero 農民還是要稍微多一點 但這個基地一直是紅血 還是有點隱患的 對 有點隱患 萬一被穿那波東西進去 把基地秒了就搞笑了 傻逼克高手 對的 打遊戲 傻逼克高手很正常的 高手有時候想的太多了 對 你總覺得對方可能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樣一個東西 看到一個信息你就想很多 有時候你媽不想反而更好 想個毛想 你媽直接A過去 不想那是不行的 高手肯定會想的 這個你不用再說了 傻逼克高手 你媽的你不想 兩眼一臂SD 對方 EA我積極 好了來了 書本這波有點兇 Zero不一定擋得住 Zero不一定擋得住 Zero偷出來了 偷完了直接一波 而且沒補農民 Zero不一定守得住 我跟你說這波還混了一波狗呢 這一拳 混了狗混了女皇 Zero女皇必須脫出來 先脫出來 先她脫出來了 就看這個陣型了 就看這個陣型了 這波狗吃了很多火力啊 Zero要被打穿了 脫農民了 Zero有10個農民的代價可以 可以脫10個農民 後面還有3個女王可以加血的 感覺要被打穿了 他農民很聰明 咬一下然後HS住啊 但我覺得還是打穿了 Zero多補了10個農民 咱陣型好像Zero調的還可以 後面Zero再過來 女王已經全打 農民他損失了10個 就用這10個農民的代價來防 邊拉 陣型拉得很好 這都能守住 天啊 你媽正拉的 我不行了 這都守住了 我的天 Zero真的能拉這個陣型 他是不是人 不他有 剛才有幾下都是一排洪水的 我都覺得已經走了 這領先20戰鬥人口 就等於領先10個蟑螂 你把這都能守得住 真的是我的天 他陣型拉的太好了 剛才的下 特別是幾下那個洪水的往後拉的下 對 就很有感覺拉的 這打不進去 這怎麼打 書門 不不這個不是解說 這就是胡說 你媽這種正常人來看的話 肯定是打進已經走了好嗎 書門重亂有點跟不上了 因為他女皇全部走出來了 嗯 什麼兩攻一攻 媽的都是一攻好嗎 這種時候怎麼可能有兩攻嘛 都是一攻 書門就一口氣打到底了 我很符 這個操作很符 剛才那個陣型拉的好 真的拉的好 都是一攻啊 他們兩個哪也多了一攻嘛 剛才多這二十戰鬥人口 書門再接了兩攻一拳 好 再去偵查一點 現在就慢慢弄啊 慢慢補啊 這個這個 Sero也升了兩攻 其實這種局面 反而我覺得升一防很好 因為一防快 有時候你沒辦法 有時候 你考慮的可能沒那麼 對 對 你就直接就攻就升了 因為一防快 Sero現在這個 他的自己感覺 肯定他是一劣勢好嗎 所以那是為了他需要拘捕 那是為了他需要拘捕 那是為了他也說 十戰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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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真的想找到 五個 六戰鬥人口 就是正確的 要拘捕 十戰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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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o敢補這波農民 其實最大的原因 就是正面這個 這個眼蟲 他各種看 在那邊 他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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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有兩次擁抱 所以他會用他們 去延避 Sero's 蘇本要爆了 要打下一波 一攻的臺命 兩攻的臺命 這就是蘇本的打法 蘇本不是意識都是這麼打的嗎 一攻臺命兩攻臺命 這是他最擅長的兩拳 好 封位擅長 二攻 這樣的話 C2的兩攻應該會更早的好一下 快一點 所以他把他加2 即使他一段落後 Sero's會被困難 60農民打 其實都還好 這個就看誰陣型調的好了 對我並不覺得這波 蘇本還能打進去啊 打不進去 彈兜人口也一樣的 他眼瞳不停地一直在封他的那個 封重卵 封這個 生攻防 兩攻還在被封 我靠 不會把蘇本封死了吧 他兩攻他一半呢 蘇本 這邊都快好了 難道Sero先出手了 對呀他可以先出手啊 我兩攻一好我就出手了 是不是 他現在肯定找兩攻肯定領先的 對啊 我說了你那麼多次 直接我出手了 我兩攻好了 我打你一波了好嗎 他要抓這個臺命呢 Sero反抓一個我兩攻臺命 蘇本這個時候至少還有個半分鐘 至少半分鐘 Sero兩攻已經好了 對啊 Sero肯定打了這波 這波 這波蟑螂 他這波蟑螂 他這波蟑螂繞得很好 患家這波蟑螂 能不能秒擊地 有沒有隱患 沒敢進去 他肯掉秒擊地 可以秒擊地啊 沒敢進去 我覺得剛才應該秒擊地 在被包了這樣 那 這裡嘛 還不如進去秒擊地呢 不不不 時間還是拖到 他為了給自己拖兩攻 犧牲那波蟑螂 摸農命吧下去 沒摸到 拖出來 蘇本這波拖得很苦 這邊 蘇本兩攻還沒好 不急啊 不管怎麼說 就是剛才的那個 剛才下面的那個 基地那個洪雪啊 就是個隱患 如果是滿雪 我估計Sero就不會回放 那就分幾個蟑螂 就去擋就完了 好了 Sero還是要打 還是要打 看拉扯 Sero攻防還是更快一點點 不過現在是一樣的 這局面Sero也打不進去啊 他在防啊 他四方開始在防啊 他等兩防的時候再說吧 對 我覺得不直接 Sero你看他的兩個眼 從一直在那邊偵查 他兩攻一防的時候打還是優勢 對面的防還是慢很多 你們這種ZBC 怎麼能 怎麼能 怎麼打得贏這種ZBC 蘇本已經很猛了 感覺打不死 這種ZBC 真的拉扯起來兩個人 你沒有進攻的機會 轉飛龍 但你這個多線 穿的時候會不會穿亂啊 買第一動已經看到了 已經穿下去了啊 一波 但我覺得這轉飛龍不行啊 轉飛龍 Sero三本很快 他現在就防守第三本了 你三本好 他插管子在轉飛龍 但這邊已經埋進去了 埋進去 來不及了 這個要亂啊這樣 長一秒長一秒長一秒 要亂哦 回救呢 不好意思了 直接頂臉了 那就回救 回不了救 這個 兩個人不停的穿多線 看誰卡位置卡得好了 不急不急 他已經意識到 他已經意識到了 看到了 看到龍塔了 上面多線也防住了 正面直接壓 這波 但是誘惑 沒砸中 還好看 退得很及時 兩個人都很 兩個人在不停的拉扯 十一個刺蛇刷下去 你六個飛龍 這不是他們被玩爆嗎 這波正面 你六個飛龍按下去 對方十一個刺蛇按下去 他現在還不急 我出了刺蛇 我為什麼要打嗎 我就是防守 對啊我防 我就跟你拉打 拉到後面我第一次出來 就不用打了 這就是 歐美選手 對這遊戲的理解 理解相當好 打得成熟 他不急 好飛龍看到 正中下懷 過去刺蛇出來擋住 剛好有刺蛇 書本都傻了 歐克 怎麼有刺蛇 書本忍不住了 要打一波 打不進去 十一個刺蛇 你怎麼打進去 你靠砸火就砸進去了 不不砸火對於刺蛇還是有點 有一點 魔線可以 這波 有埋地 你還行嗎 有埋地 你也沒什麼太多機會 打到這種局面 F2重組 必死 這廢話 是不是 像我們這種經常F2的 這種就亂的一批打的 必死F2 不我們打不到這個局面 你相信我 那是 再來回的拉手 這個 他現在要做的 你就等第一次出來 第一次出來之後 我這跟你打正面 太能耗了 太 就 每一個 做 就打法 每一個選擇都正確的 這就是現在CIA1的可怕的地方 他主要奪限太強了 在正確的同時 他隨時隨時就在串進奪限 對 再送一波 這蘇本怎麼辦的 蘇本 蘇本只能 這種局面 蘇本只能強行靠火燥而來著 他已經沒有轉型攻擊了 對啊 又來這招 他是不是看到你沒那個 又沒眼瞳感覺你身上 不急不急 他現在 他看到你沒眼瞳 他看到你 他確認你沒眼瞳 他準備你過來的時候包你 確認你沒眼瞳 他不用打正面 我覺得啊 他確認你沒眼瞳 他想包我估計是 有一個有一個 看到了看到了 進家了呀 這一大坨 這一大坨進家 蘇本 蘇本換不動家裡面 有第一次 換家了換不動吧 他有第一次的家裡面 對啊換不動 張的潮被秒了 有第一次 蘇本看到第一次了 還是被他拉出空間的 你這波你回家房的話 他定時就起臉了 包了包了 正面直接留兵了 正面 把火炸狼全部留住 蘇本來 蘇本已經亂了 正面 好強啊 媽個其 這種CVC 媽個其 這就是CVC 簡直就是一個禽獸 太長了 這CVC太子 太子把牛逼了 拉扯拉不過 這個是真的 就是中後期控兵 控不過 一波 一波也打不死 剛才這種都沒打死 我還輸個毛 蘇本也好 打個 蘇本直接拼了 25條飛龍 沒用的呀 三本都有了 你這波吃完 他馬上飛蛇就出來了 不 你二次把飛龍你按 按完 我給你換家不就好了嗎 我直接換家了呀 一波蟑螂直接去 不不他不會換家 他還是會回去 家裏面按十個 不然你要拖呀 那你就想要 這波飛龍還是有點多的 沒事 飛蛇啊 他沒按飛蛇啊 他刺了那麼多也無所謂的 羽皇拉出來大家對換 換嘛換嘛 下面還有防空 換不動 這飛龍換不動 很痛這飛龍換起來 飛龍換完了就剩幾個 一點用都沒有了 你關上你最後第四 你打不過這波 飛龍打完沒什麼條了 這上面打不過第四 急急急急急 來嘛來嘛 誰這打毛啊 不愧是主宰 太強了 主宰 這樣的ZVZ 他真好看 他又回來了 他又回來了 星際爭霸2這個遊戲呢 肯定每一代選手 肯定比每一代最強選手 肯定是 就一代一代下去 肯定是後面的人更強 更強的 這個是沒有懸念的 這肯定的呀 就現在這個時間點 Sierra就是最強的 對 你不要跟我說馬路什麼的 什麼二邊那麼激烈那邊 一波啦 什麼蟑螂狗毒豹一波打 打狗管子 那這不是死了 伊拉德 伊拉德應該死了 他把那個毒暴換掉 伊拉德應該死了 伊拉德應該死了 這什麼東西啊 沒用啊 還是沒用啊 對方有毒暴的呀 他有什麼用嗎 我還有女王呢 幹嘛 他用毒暴去換對方毒暴 伊拉德應該死了 只要換掉了 那這種狗就無敵了 還有兩個毒暴 還有兩個毒暴 一定要保住 一定要保住 一定要保住這個地方 分的狗 把那個毒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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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毒暴 這個可以保了 可以保了 可以保了 好了好了 贏了贏了贏了 不要走了 不要走了 這三個火獎狼 肯定走不掉了 贏了贏了 哇 這個狗咬火獎狼 真的爽 這種 那Sora被淘汰了 飛龍已經在暗了 Sora 敗著主嗎 他們兩個是 他們敗著主呀 勝著主 勝著主吧 他們兩個 我想Sora 不可能去敗著主 飛龍出來了 Sora這個ZVZ真的是 嘖 其他兩個對方 其他兩個對方 都有頂級的呀 Sora是個F2重組 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的呀 F2重組打個錘子ZVZ呀 這波還有點兇啊 我就問一句 F2重組怎麼打ZVZ 這遊戲很糟 突然看來Sora 因為沒有了 �침 F2重組 successful F2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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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你们切回去吧 我们要看那一场 这场我一人都不关心 我估计还没开 来了来了 这场我是真的一人都不关心 现在能够韩国这边 还是韩梯要强一点 以拉就是赢的 Solar被打到败着组了 要不是败着组的人 烦得一批 那帮败着组 败着组只有一个雷 若是重组 马上苏本 苏本下去不烦 还好吧 苏本ZVZ又不怕索了 感谢球友老师来我动力学挂科和加一红宝书的飞机 感谢兄弟们 马路踩 马路不踩的 马路过来Sarrow也未必了你 马路踩个毛马路 马路还是最强的 在韩国 为什么你们会说马路踩的 马路不踩的 马路还是最顶级的team 不是最顶级 是最强的team 感谢球男我换不了好部门的一个飞机 感谢这位兄弟 Sarrow掉打马路不可能的 我跟你说 他们两个打输赢不好说 真不好说 我觉得 有的打 有的打 不能说谁压谁弱 说不清楚 去年我觉得马路要强一点 去年 就去年大家都在最顶峰 大家连贯的那个时候 马路要强一点 但是很可惜没碰到 不是吹马路 是真的马路 那个时候很强 他TVZ真的很强 吕布没有马路强 吕布真的没马路强 吕布只是 我们就说整体 就整体给我们的感觉 吕布没有马路强 强压Sarrow这边 压完还是同样的 他压完运营 感谢神秘 没持家的一个飞机 但两个人是狗独暴操作 我觉得也差不了太多 没区别 这真没区别 都是顶级选手 有什么区别 书本的狗独暴 是我曾经见过 最顶级的狗独暴操作 但是我今天看了 这个也觉得差不了太多 书本的ZVZ在韩国算最强的一个是吧 对 一个书本一个Duck一个Rogue 但是Duck跟Rogue是明显打不过Zero的 对 打过了吗他们 这个操作 书本那个Duck跟Rogue已经俯首成成了 特别Duck好吗 已经打成信奴了 他妈的核苏菲 Duck这个ZVZ已经被Zero打得妈妈都不认识了 反正Zero打Duck和Rogue都是3比0 今天妈打苏本也3比0 确认了自己ZVZ世界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不是 是去年我说去年他们 Zero在IEM上输给书本 我们是看了的 我们还覆了盘的 整体上来看 Zero更全面要强一点 但是书本赢了 他的确赢在他那个蟒蟑螂 有点凶 Zero 就第二盘那一波 就第二盘那一波 他输本打赢了 对 书本的蟒蟑螂还是有点东西 打破了Zero的防守 但整体看下来Zero还是要强一点 全面全面 对 他前中后期打得更好 书本主要是中期那波爆得很好 中期那波蟑螂打得非常好 这两个人各种的在点独爆 分狗点独爆 这种爱我怎么说呢 我最服Zero的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看小地图 对 这个是最夸张的 他在拼狗图包的时候 他还不停地在扫小地图 那个眼睛 你根本不要想让他狗 现在他回去了狗 这个是他最长的地方 上一次WSG的时候 用了那个眼球追踪仪 然后看了一下Zero的第一视角 眼球的第一视角 看完就下尿了 哎呦 哎呦 哎虽然赢了 赢了Sola 但是Sola这ZVZ的确不是特别强 不咋地啊 不咋地啊 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事儿嘛 这个东西 哎呀 瞬间分开我靠 哎呦这操 这瞬间两条狗 哎什么东西啊这种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没看懂啊 他怎么瞬间两条狗分两个独爆 一波来了 你跳飞龙是吧 好强刚才我真的是服了 瞬间 你分一条狗我觉得大家都分得出来的 对 瞬间分两条太夸张了 而且两条狗摇两个独爆嘛 我就算职业最顶盛的时期 也没有他这种 不可能分得出来的 这种瞬间分两条狗 这个世界上可能也就只有他一个人能分得出来 对啊 那这种分狗太夸张了 跟解顿的两对飞龙一起转是一个道理 三比零 刚才那个太夸张了 而关键很流畅 没停顿 往后一退两条狗就出来了 叽叽了三比零呢 被打了已经 结账吧结账吧 打傻了已经 是不是已经打傻了 1600万买Sero 你们也是人才啊 也没什么错 Sero的确抢 把这些没话讲 来 提琴Sero采访 I just wanted to play my game and see how it goes So I guess I guess they went according to my plan Yeah Obviously these types of games from what I think at least it's your typical European leather CVC right at least the first two maybe Yeah yeah The first two definitely The second game Cyber Forest I kind of I got mindblocked a bit there because I always play HATS pool gas on that map but for some reason I just spent I was auto-piloting a bit and spent for the HATS gas pool and I think I could have killed the HATS very very easily If he just clicked it down but It was really close but he didn't want to lose The links right So Yeah I mean if you get the HATS It was very good Pretty much A winning situation But yeah The first game was very much what I liked Yeah Oh yeah Definitely Just the typical Serial play Just very defensive Counterattacking Scouting Dropperlords So Yeah Two chamber Yeah Tunneling class Much fun So on the third map Did you plan to go For the throat Or did you just use The situation Thinking Well Su He's been so Focused on the Battles That he's probably Just droning really hard Just completely Went from the fly To the all-in I mean Obviously I had it planned At like the five minute mark But Yeah Of course But Not before the map Yeah Not at the start of the game I was just I was just gonna play A slight pressure build See how it goes And Play some kind of follow-up That I'm confident with Yeah And Yeah I just felt like Going for this this time And Yeah I was doing It was kind of messy All the time So I felt like There was a good chance He's not gonna scout it And He actually did scout it But I was just fake learning At that time Yeah He was also Like He went up to 62 drones Hat the spire on the way Did you see Or did you realize That he doesn't have An evolution chamber Because That's like Also pretty big tell That he's not going In two roaches right Well I have seen the evolution chamber Many times in the main base So you can't really take reads Like that But no I didn't see Okay I didn't see But The evolution chamber It's always a bit Bit hard to read Of the evolution chamber Of course But It's a very accurate game Like Yeah Since Like It's probably gonna be Force of like 30-40 seconds delayed Yeah And Then He can make it anywhere If he wants to And It's very hard to wall On that map So you don't really Need it on the wall True that as well Yeah So Really really good series By you Really cleanly played out Anymore questions By you By you guys You look at You were checking Aligulac very closely So Maybe There's something on your mind I was just You have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Of course And Sue has actually been Winning a lot In the past But This was just a very Dominant series It's just Very great play Ware you worried at all Like going into it No I wasn't too worried I'm too sorry To enjoy the time And Do my best Obviously I was slightly worried But Not too worried Bready S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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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ms very relaxed Yeah That's when he's Always Right I guess There's not a lot of people But It's scary Yeah Sometimes he's tense I've seen him tense I've seen him tense Right Before The Haas series Yeah When the waiting Waiting time Get a bit He's a bit He's a bit He's a bit Right I saw some I saw some incantations I saw some incantations I saw some incantations Yeah yeah In between as well Right Like After the first game I saw it too What So imagine Whispering like a little bit After the first game You were laughing at Lambo And Lambo left I'm freaking telling me something No no I knew you were staring at the monitor Whispering incantations I saw it too No I was probably just talking to Lambo But I'm Looking at the monitor So do we know the next opponent Is it Ela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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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now Because Elazer beat Solar 3 2 Yes That was a fast series Yeah Yeah It was a very fast series Well it's 3 to 2 On King's Cove He did the 12 pull drone pull As you guys practiced earlier Well we didn't actually practice Or like You checked it out I mean we checked it out But Yeah But like Yeah he said he was gonna do it on one And Yeah Solar just didn't scout it with his second overlord at all So Yeah That That went really fast Very wrong for him And yeah Very very quick series over there So Anything Anything in mind for Elazer Um The bracket Right Yeah we can have a quick look at the bracket right here as well So it's on screen So there we go So Elazer like you were talking about 1 3 to 2 over Solar That means that Saro is gonna have to go up against Elazer at all Do you think Elazer is gonna be a bigger hurdle than Su? Uh I don't know I think his style is a bit more like mine I mean it's pretty much the same as mine You know you're a skip the same style So Yeah I mean I think it's gonna It's not gonna be easy series by any means But I'm still confident Alba's against Elazer I have been winning a bunch against him I haven't actually been practicing against him in a while So You know Can't excel his exact level But Alba's confident in CBC anyways Okay So let's say you advance Who would you say Out of the upper bracket players here That haven't played yet Who do you think would give you The most trouble? So there was Ty Hero Marine Lambo on stats Yeah I see I see Already playing stats Order this tournament Well Do you want a rematch maybe? Well I would like to have a rematch I think I don't think I gave him everything I had there I'm still confident CVP isn't my best right now So I don't know I think That's confidence If I've ever seen confidence CVP is at my best right now I said it's not at my best I was surprised I feel confident in the matchup right now I feel pretty confident in the matchup right now Alright well we'll see if that's going to be the case later today There's a lot more matches coming as well By the way I saw a couple people asking in Twitch chat whether or not Su is now eliminated He's not Since this was a game from the upper bracket He's going to play against Hearthstone next actually Solar isn't either by the way He's going to play Hellraiser who beat Stefano earlier So it's also maybe a little bit of an exciting match Maybe a little bit of a stomp We're going to see that Alrighty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jump into a quick promotion You want to stay on the couch?You can choose It's your day today I didn't got a pass But thanks for asking anyways No worries Okay we'll see more of you Later today Good luck Thanks Thanks for the interview Let's get to the interview If it's an event... buradan смотрите Let's get to the interview summertime Let's wrap up Let's start to see if the individuals were not中國 Let's come over What del 挺有静点我觉得 我觉得欧美这些选手其实表达的力度还挺强的 那倒是 你不觉得吗 他们都挺能说会道的 只要给他们分一个那种主持人就好了 就是空场的嘛 给一个空场的就好了 然后剩下他们随便吹就好了 表达的力度还挺强的 你不能像你卖的什么积木这种来呵呵 不是 主要他们说话逻辑 就是语言的逻辑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 就是他能够准确的把自己想说的表达出来 这个人比人 就我觉得拼狗独暴 算是我现在我就到现在为止见过最强的一场 嗯 等下打得好 就最最最好没话就好 两妈不要踢球吗 我们两个 来啊 这中间估计不知道等多久呢 这个他们比赛一直要等很久的 你下好了吗 我下好了呀 盖子 来来来来来 我们踢球踢起来啊 但让你 你 哎不行 我来 我来去 我来去 没事 没事 我应该可以 这啊 我现在 星球文的 我还要那个白 你要 你要开代理的 我看 你不开代理 我开的呀 我直播又不用开代理的 啊 那么穷 那么牛 我直播是不开代理的 我从来不开代理 我说什么 黄哥的 黄哥的这个网络 一千兆没白交 我跟一千兆没关系 不不不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国际金瓶网 没有白交 对 国际金瓶网钱 对对对 五十万年一个月 是吧 你说的没错 我说就靠一个走字 浪迹天涯 诶 怎么了 没事没事 等我一下 我把这个 五十块一个月 那一年也要交六百块的好不好 你们以为国际金瓶网马白给你们看 白弄的呢 我告诉你们 今天 我会用其他阵 其他队伍干死黄旭东的 我们先说好吧 我们今天不用那个 我不 我不用刘文图斯 你不用那个什么 呃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梅西那个队巴萨好吧 你随便用啊 我想用什么用什么 关键什么事 好好好 来来来 第一场我就要用我的王牌队干死你 我们打一百块一盘吧 打那么大 一百块一盘又不是一个球 你慌什么 但你不能这么 你不能特别功力啊 我靠我打不过你 我怎么功力了 哎你妈的我怎么功力了 可以打的 大家水平差不多的呀 哼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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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被骗了吧 好了我到了 我 我来开我来开 开进进进进进进 只能掏出我的王牌队 曼城 我ok的呀你呀 嗯 我ok的呀 来呀 屎给你打出来 曼城 我的曼城 我的曼城 我的曼城呢 英格兰联赛 曼特斯的城队 我用孙希敏那个概念 孙希敏那个是那个 热刺呢 热刺是哪个吗 你看对标呀 没有对标呀 关键是 妈的我去搬找一个吧 是这个吗 热刺是吧 真的 伦敦FC吗 不是吧 热刺 热刺是哪个吗 这不可能是利物浦的呀 这个你是曼布鲁吗 曼瑞的吗 是一只鸡呀 鸡挺在一个球上 托特拉姆热刺 不是这个吧 鸡挺在球上 没有热刺嘛 没有 要不是这个 要不是伦敦FC 伦敦FC嘛 是这个吗 试试看啊 管他是什么 反正这个队看起来很强 哦不是这个是我 我选择切尔西了 那那那怎么说嘛 一样的呀 切尔西就不能干你吗 好好好 有区别吗切尔西 妈的我 对我来说我有区别啊 有什么区别吗 我威廉都没办法上 坎特我靠 哈哈 大威路易斯 威廉都上不了 算了 哎妈的我那个都没办法上 我靠啊 不能上 还上一挂一 好了好了开开开开开开 快点一会比赛开始了 开开开开开开开 干死你 哎你知道吗 现在那个阿奎罗又变强了 我知道呀 阿奎罗意识都很强 实跨没摆拳有些对 实跨很可怜的呀 没摆拳的呀 这东西怎么说呢 我给你看看 我我因为从上系统了 所以我不知道 这里的天气情况呢 也十分的理想 而球迷的热情呢 也越燃越高 我就问你是不是对的 不少人来说 花一下午时间来看球 真的是油腻 哎等等等等 稍微等了稍微等了 稍微等了稍微等了 我我我我 等一下我看看 对的吗 等等等等等等 好的吗 别挤啊别挤 我那个调一下 我我调一下那个案件 要不那这刚好我切 我切出去 我开个那个框口 那我告诉您的话 比赛刚开始啊 别急 那我那我这个直接退了 重新连一遍 这太卡了我这个 不你怎么又卡了吗 不是啊 哎我边直播边搞 然后我双屏 那那是那是 对吧 我光玩游戏我也不卡了 我双屏然后双屏 然后双屏两个两个屏的帧数 又又不对不起 那的确会卡 我问你我问你 我问你那个卡了 毛我极其不会卡的啊 我调一下我开个我开个窗口模式 试试看 我估计我们都打不起来 这个就开始了 没下 我们先调好吧 可以可以那个点 我开窗口模式试试看 编直播编稿是什么鬼 这个我无所谓这样 窗口好像不行啊 他要卡到144 你现在多少啊 我把我这显示器调到144 你等一下 我这显示器240赫兹的 我调一下 先调到144 哎呀 调到144赫兹 估计就好了 你要不要进去先试一盘 ok了ok了 应该应该好了 等我进来啊 还是03啊 ok 应该可以了 我就一直卡在144赫兹了 我显然就也调到144了 感谢教徒的火箭 感谢教徒啊 来吧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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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个鸡 你开了吗 可以开的呀 可以开的呀 我开的吧 你做你做主家 开了我到时候我们暂停你就好了吧 进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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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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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成还可以我觉得 我知道哪个是那个 你要选哪个吗 选那个鸡是不是啊 这个啊 这个肯定就是孙新鸣那个 你们为什么那么惨吗 我惨 怎么惨呢 就那个为什么那么惨吗 这个都上不了场了感觉 哈利开了你 我他妈的这个状态怎么怎么玩 阿辉罗只能下去我靠再打忙啊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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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生无可恋了 卡斯 我已经生无可恋了来吗 那打忙啊我靠 什么什么人都上不了阿奎罗也只能下 比赛还没开 比赛还没开我估计还我们还能 刚开球开球我们就去踢比赛 不要慌 好 比赛开了我们就切过来了 比赛还没开 马斯菜里也有很菜 好 好 好 我靠你犯规了吧 干嘛 好就犯规了 就犯规了 够 你也抢了我这种我这种犯规都抢 我看 这球现在没人拿 先前抢到呢 这是什么 孙星明 我靠 犯规了 干嘛 我故意的 孙星明还可以啊 是棒子 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知道这下麻烦了 只要再有一次犯错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有侵略性很好 但是要把握好度 但事实证明他没能做到 干嘛 那我也有点速度好吗 比赛开了 这是谁 比赛开了按暂停吧 按暂停 这个暂停能 身体优势啊 暂停暂停 这个暂停能踢吗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不是 这个暂停120秒啊 只能在 那算了算了算了 先看比赛反正 好吧 看比赛看比赛看比赛 看比赛看比赛 空了再提好吧 暂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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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暂停不了 这暂停不了 比赛开了 我们不能够得太多 我们不够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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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真正不确定 哪个我最喜欢的 我都觉得 我会得到这些人 我会让其他人去 但我们不够得太多 我们不够得太多 我们不够得太多 过了 但我觉得我们不够得太多 他场间这次变快了 你快没有 对 算了 今天 没办法干你了 撤 算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南波尔队 打本的底赛 对 我把他录起了 好